Hello 大家好 我是Max 在很久很久之前的魔鬼山深度游异 我们介绍过布丁炸炮台 以及他们的军火库 我们今天就会去一个 连接着布丁炸炮台的通讯中心位置 下面还有一条很长的石屎战壕 附近就有几个日军洞 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新建的网站 Hide to the Top 这个网站除了有我以前介绍过的路线之外 还有其他YouTuber介绍的路线 网站创立没多久所以都不是很多人 我们现在还招务作者 所以欢迎PM我 每条路线除了有YouTube的影片之外 还有一个好用的地图 可以随意放大缩小 看到我在那里拍的照 还有整条路线的高度图和相册 希望给大家更多元化的资讯 回到今天的路线 我们的起点是在惠逆顺敬地三段W020的路牌 如果你不会来这里的话请看魔鬼山深度游第1集 我们在左边的楼梯上去 第1集的时候我们走左边去歌库炮台 我们这次走右边 我们今天去这个英军通讯中心 违迹 其实是 完全没有路牌 才介绍的 我们转右走100米左右 就来到这个神运原地 左手边有两条路 一条上一条下的 我们选落那条 我们沿着这条平平无奇的小路向前 大约几十米左右 右边就有这东西看 就是这条小路向前 我们就看到这个 通讯中心 到此为止 这个communication center 都挺大 还有两层楼梯 周围还有几条长的firing trench 不过大家都有眼见的 最可惜的就是整个东西已经拆了 炸了 现在就剩下家图四壁 两层楼梯的墙 中间都是植物和淤泥 没什么特别东西看 所以我就有另外一边走出去 走出去之后 我们就见到一条明显的山路 下去少少走 就会见到一个日军洞 我们看看左手边 就有个地下有个洞 一会儿我们会在那里爬出来 我现在就沿着这个communication center 外围走 向海这一边 再爆淋少少下去 其实有一条firing trench 下去这段路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极之糾线 也是很密临的 路程虽然短短的 不过如非必要 我觉得都不用下来 因为都没什么特别东西看 下来最好看的其实是这个日军洞 我稍后才会进去 现在向前走 走前一点 已经见到两道很厚实的石屎墙 这里就是一条长长的墙毫 墙毫 墙毫的进头 竟然是一个看海景的好位 不过我走过了这个平台才知道 原来这个平台下面是没有东西 所以都有一些危险 可能会随时会塌 墙毫的介绍 就到此结束 我就回到刚才的日军洞 准备探险 探险有一定危险性 请求果自负 两力而为 带好头灯 包好背囊 我们就出发了 这里都很典型的日军洞 样子 蹲下一点 就可以很顺利地走 不过都是一个人通过 一开始都是向下走 没什么分叉路 也没什么杂物 右手边的墙 石头就凸凸出来 就硬硬硬硬硬硬硬 小心点 不要撞上去 刚才地下 就有两个水瓶 有时我都会想 这些山洞会不会有人住过呢 来到一个分叉路 左边右边都有路 左边远处 就好像有个 瓶在地下 左边又比较窄 右边很明显 就高一点 和闊大一点 所以就走右边 一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房 左手边的墙有个位置凹了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用来放一些油灯 再向前走 又有分叉路 左边就很明显是出去的路 右边有一条长的走廊 不知道去哪 那些日军洞里面有时见到一些分叉路 都真的挺头痛的 不知道走哪 然后左手边走这里 右边又有路 左边又有路 都不知道走哪里 Max就决定退后 走右边的路 右边的路地下 都有一些年代久远的廢气膠樽 我继续向前走 左手边有一间房 再向前走 就好像矮了一点 就已经没有路了 洞口被外面涌进来的泥 就迫了 剩下 见到一些光的洞口 于是Max就掉头走出去了 去回刚才的分叉路 选左边的路 你见到我都是半蹲的走 我们慢慢转过去 前面那里见到小小光那里应该都能出去了 不过我们就 不那么快出去 我们走左边那条 这条路都挺长的 原来前面这里有个凹位 左手边继续有得走 继续走 走前一点就见到是楼梯 竟然向上 这条楼梯都上得比较急 所以每一步都要小心点 这里突然间可以整个人站着走 不过都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真的不是好走 梯级比较窄 亦都比较高 表面又不平 万一在路线低了 都很难找人救你 上到来左边有个空位 右边就可以继续走 右边继续在一条长长的走廊 向前走一阵之后 见到左边有个很大间房 右边就是爬出去的地方 地下这里有个水桶 可能有人在这里住过 我们现在爬右边那边出去 右边上去这条路绝对有一个考验 很多石头和杂物在上面冲了下来 条路是上斜的 所以是有点麻烦 这些洞就很奇怪的 在入面的时候 就觉得出去的位置都OK 但在外面的时候 其实就觉得很小 完全不会进来 因为都快要出去 头灯掉下来也不要紧 不过因为路真的有点斜 所以有时要 慢慢捉住你 才可以爬上来 Max就在这里爬出新天 这里就是刚才的communication center 除了这个大型日军洞之外 communication center门口旁边还有一个 我们由路边小径进来 左手边communication center 右边就是这条小路 这条小路走前一点 就看到一个日军洞 这个日军洞的门口就比较恶劣 有些垃圾和怀疑有诛便 所以就有很多污英 Max就带好头灯就准备出发了 洞口就比较矮小点 但是都 看上去也可以 只是比较多雜物 向前走没多久 左手边有一间大房 地面有些雜物 有些玻璃瓶 看上去就挖头 右手边就 落斜落得很紧要 我们走右手边 大家扶住 小心点慢慢落就OK 一直落一直向下走 真是十足十这个地心探险技 不过呢 很快就落到底了 来远望过去就已经是一个挖头洞 于是呢 我们都任务完成了 转过头上回去走 照片也要小心点 因为有很多碎的石头 Max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记得记得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旁边的小铃 和多点上我的网站 hite to the top 我会在网站增加更多好玩的功能 你们可以follow我的IG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还有帖子 那我们想说 我们还是要让它 进入序力 往来